哈啰,大家好,我是莎拉 今天呢,是放假的一天 所以我们决定去爬一座很平静静人的小山 那这座山是狼岛的祈祷山 平常比较少会有观光客可以去 但如果你是来这边待比较多天,比较长时间的话 也可以去那边走走 那这个地方比较是属于当地人 他们会上山去,然后上去祷告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上去的话 一样不要在上面喧哗,制造垃圾等等 那因为我平常在蓝宇或是去爬山 运动的时候,几乎是不擦底妆的 因为担心用的底妆会不抗油,不抗汗 就可能一整天下来会很狼狈 加上蓝宇又吹海风 如果底妆不抗油的话 整天下来会很不舒服,不透气 我今天想要来实测 这个是亚斯兰黛的粉持久 持妆润色的妆前乳 我今天主要会使用这一罐上底妆前的妆前乳 还有这一罐亚斯兰黛的粉持久 完美持妆粉底 这次就来实测看看如果有流汗 加上一整天吹海风下的效果如何 以前每次上山拍照都会很狼狈 都没有化妆嘛,如果风大 看来就会非常的没有精神 这次来试看看化妆之后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粉持久持妆润色妆前乳 它是无油配方 然后添加六圣态跟植物萃取 然后还有他们的粉持久 肤色控油科技 就可以让你的底妆更舒适服贴 我今天也不会另外擦遮瑕 就是直接用粉底液把它盖过去 看一整天下来 它的持妆效果怎么样 妆前乳还有蜜条的润色效果 就可以修复暗沉的浮块 它还有SPF45的高防晒 因为大家知道在蓝宇的紫外线 非常的强烈 就算你没有直接晒太阳 就算现在是阴天 但是紫外线下来还是非常的可怕 脸部的保养一定要做好 可以看一下现在 直插妆前乳的效果 接着就是用这个 号称单工霸主 粉持久完美持妆粉底 它也是添加独特的 专利的防水抗旱的微米物体 所以呢 上妆就可以立即锁色 还有三秒贴妆的转换科技 可以让底妆更舒适透气啊 可以遮盖瑕疵 今天就是要来实测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功力 现在的地妆非常的浮贴 看起来就是这样 光滑光滑的 几乎没有毛孔 然后半都已经遮掉了 眼袋部分就是已经尽量那些 已经比刚刚气色看起来好很多 等一下我就来实测一下 看爬完山是不是一整天起来 效果都还是这样 等一下我会先跟朋友去吃早餐 接着就去当岛的祈祷山 出发 大家好这是打当的生活 现在是下午一点 到了狼道祈祷山的登山口 这边是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旁边的这一条巷子 然后往前走 走不用几秒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水塔 然后它对面就是今天的登山口 然后看一下我现在的转还是 蛮透亮的 已经离刚出门的时候大概三个小时了 那我现在要开始上山 走吧 一进来就有明显的路径 它其实路径都还蛮明确的 走一小段就会开始上坡 这支也带几个亚瑟安带 这系列商品有送的一个购物袋 走上来之后有两条岔路口 这边 往前走地上的草都长得蛮茂密的 所以今天还是穿鞋子的 这一小段就有风景了 继续往上走 走一下就有展望了 走了二十分钟 到了 这边会有一个十字架 看一下刚刚 流了一点汗 希望还是ok 然后这个十字架呢 往上走 这边有个凉亭可以休息 跳跃出来爬爬山很舒服 流点小汗 看看现在妆感的部分 还是很透亮 没有什么掉 也没有很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用毛巾擦看看效果怎么样 没有什么掉妆的问题 然后我想要来用稀油面纸试看看 试试看稀油面纸 鼻头的部分 也有一点点油油 但是脸颊部分是没问题的 本身就是鼻子比较容易出油的人 然后脸颊是没问题的 它是蛮干爽的 刚休息了20分钟吧 然后现在要起乘下闪 我也没有在补妆 就这样子 看起来真的很透亮 爬到山顶要拍照的话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几乎没有掉妆 然后脸也不会太油 然后刚刚有流一点汗 也没有影响 目前上山实测看起来是可以 例如我刚上妆 应该已经过了5个小时 然后我都没有在补 然后还有骑车 我骑了2-30分钟的车 推荐给如果想要当山系水水的人 如果你想要上山 然后拍的照片也漂漂亮亮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先出发下山 从上面要下来的这段路 比较多泥巴 所以走的时候要小心 现在2点48分回到登山口 其实还蛮快的下 尤其下山只不到10分钟就到了 再看一下现在的妆 有稍稍有点油光 刚刚有流一点汗 但是还是一样很透亮 看一下 今天原本是想要爬小百岳去实测这个妆 但是因为天气不好 所以该走这个比较短程的山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实测时间拉长 到晚一点的时候再来看看这个妆感 是不是还是一样 现在来到狼岛餐 这个朋友 约我来淨灯 你们是淨灯的生活吗 你要去淨灯 是你啊 这是什么呢 不是那个栗子吗 带回家吃啊 晚上加菜 也是可以 怎么那么多垃圾 韩国烧酒 韩国烧酒 在哪里呢 在哪里 Saki Saki Saki是韩国烧酒 无所谓 无所谓 鲁鱼的生活 一整天的行程 就是从早上吃早餐爬山 然后去淨灯 然后还有骑了很一整路的车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德侠力还是很高 现在的妆感 没有很暗沉很亮 然后很清透 也不油 然后没有浮粉 也没有结块 就是看起来很自然 看起来整体气色还是OK 所以这次上山测试 粉持久完美持妆粉底 跟粉持久持妆润色妆前乳的这个实测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对于你想要上山 然后拍照也飘飘烂亮的女生 很适合 她如果妆感可以维持很久的话 上山就不用一直补妆 也就不用再带化妆品上山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如果你想要体验的话 现在可以线上填单 然后到柜体验 就可以得到 持久登峰煮各一梦 从3月20号到4月30号到全台专柜 或是雅思安奈的官网 从4月1号到4月30 消费任量的底妆 就可以得到三型的美妆袋 然后跟一个抹茶的购物袋 优惠值到4月30号 推荐大家可以赶快去购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